黑豹起的球隊 黑豹起的球隊 身為之首次參與黑豹起的球隊 萬能工商手戰有這樣的表現是正常的 而事實上他們也反映出身為新球隊 參加黑豹起所經歷的四個過程 首先第一個就是要怎麼組隊 隊長江燕成就表示 一開始有就是照不太到 後來就是我每班都要進去問一下 問有沒有人對打棒球有興趣這樣 就是加減打打看這樣 好不容易找到人來打後 接下來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效放的態度 我覺得要打就打 因為我們籃球隊跟排隊都打甲組 那我覺得為什麼要打 因為我覺得這群小孩子 其實我們嘉義縣是農園學校 其實家裡的經濟狀況都不太富裕 可是有些學生屬於升學的 可是有些學生走向技職體系 那我們學生這一群的話 都是主於技職體系的學生 那除了學技術之外 至少我們有一個空地 我們學校是沒有像那麼標準的場地 但是我們在旁邊的話有一個累球場 所以我們每個禮拜都會去那邊做練習 當然我們練習的時間還不夠 有了一個願意支持的校長 當然首場比賽周中科班 第一場的結果 當然相當慘烈 秋嵐失敗 預料之內阿 對啊 預料之內 就社團的跟科班的打 就是差不多 就是這分數差不多 但無論如何 首次參賽還是能夠在黑豹期留下一些印記 譬如 喜欢的球就会棒 第一次来台北的球场 创色那么久 感谢学校 终于可以让我们来比这场比赛 即便首场比赛的结果不如人意 但黑豹几个精神 就是继续坚持下去 一定都可以拿下 车队在黑豹几个手身 更棒的是 万能工商还遇到了一个好校长 我相信2020我们会再回来的 对 2020我们会再回来的